随着中国高铁技术的全面发展 不仅在国内建设得风生水起 还走出了国门 在世界各国留下了印记 印度尼西亚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正在为印度尼西亚 修建一条设计时速高达350千米的超级铁路 即雅万高铁 该高铁连接着印度尼西亚的 雅加达与万隆两座城市 一旦建成 将会为当地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看到中国的高铁技术 如此受欢迎 日本与印度却不高兴了 然而 即便他们再怎么算 也无济于事 与其他的海外原件项目不同 雅万高铁是中国与印尼两国 合资打造的高铁项目 中国占股40% 剩余的股份则由印尼承担 这也是中国首个从设计 施工载道开发等整套系统走出去的项目 而按照建设方案 这条高铁的全长达到了150公里 建成之后 将会让雅万两地的通行时间 由曾经三个多小时 缩短至40分钟 整座高铁工程解决了交通难题 促进了印尼的经济发展 也能够让中国高铁实力坐稳世界榜首的地位 当初这个项目在进行招标时 竞争十分激烈 与中国一同竞争的还有高铁强国日本 为了抢夺这样的机会 相比较之下 日本自然也失去了获得雅万高铁的建造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 修建雅万高铁 不仅是一次磨练技术 和彻底打响中国高铁名号的契机 还能推动该国经济和高铁产业链的发展 且不说雅万高铁在运营之后 所回报的巨大收益 赚取一定的利润 毕竟整条高铁要全部采用 中国高铁系统和要素 后续还包括动车组的引进 能够带动生产链的流通 另外 雅加达和万龙两地的总人口超过了上千万 高铁建成之后 有可能会再延伸至人口约为 三百多万的四水城市 在这样的人口红利条件下 高铁运营后 带来的利益将会不可估量